真言 第十三章 智慧之子听父亲的训会 傲慢人不听责备 人因口所结的果实必享美福 奸诈人却意图残暴 谨慎守口的得保生命 大张嘴唇的必至败亡 懒惰的人奢求却无所得 殷勤的人必然风欲 义人恨恶谎言 恶人可憎可耻 行为纯正的有公义保护 犯罪的被罪恶倾覆 假冒富足的一无所有 装作穷乏的多有财物 财富可做人的生命熟假 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义人的光使人欢喜 恶人的灯要熄灭 骄傲挑起纷争 听劝言却有智慧 不劳而获之财必减少 逐渐积蓄的必增多 盼望持言令人心忧 愿望实现就是得到生命数 藐视许言的自取灭亡 敬畏借命的必得善报 智慧人的教会是生命的泉源 使人避开死亡的圈套 美好的见识使人得宠 奸诈人的道路恒久奸诈 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 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邪恶的使者必陷入祸患 忠信的使臣带来医治 弃绝管教的必贫穷受辱 领受责备的必享尊荣 愿望实现心觉甘甜 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祸患追赶罪人 义人却得善报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罪人积财却归义人 穷乏人开垦的地 虽多产粮食 却因不公而被夺走 不忍用仗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勤家管教 义人吃喝食欲满足 恶人度负却是缺乏 梁树 请不吝点赞 写本 人子逞不饭 酱 这次输出 请不吝点赞 写本